大家好 歡迎來到股市熊麻吉 我是愛麗絲 歡迎我們彎通國際的徐明熊老師 大家好 我是徐明熊 老師你知道嗎 美股昨天收高 然後他激勵胎股呢 今天又佔上萬八 那我們的個股還有哪些比較有戲呢 好 其實今天我們其實找盤的時候 有一檔股票很重要 就是MEDA 但是美股 那就是以前FB 它的盤後大漲的15% 來我們看這個重點這一下 那誰會有機會 機會當然就是NVIDIA 但是NVIDIA 它的一些像它的組裝代工 那些在哪邊 在我們台灣 就是AI伺服器 AIPC這方面 所以今天也連動的 這是一個一連串的 所以我們台股今天的AIPC 這叫蝴蝶效應 沒錯 那麼也帶動像我們今天的AI伺服器 AIPC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 那大家知道 AI伺服器三雄 今天都大漲 好待會我們再來看 那封關前操作策略就是看 當然我之前有一直跟大家說的 那你當然要看你股票 你的產業 它如果產業不對 那當然就是第一個就是先趕快解碼 不然是賣出 沒錯 那對的產業 對的股票 就是要報 對沒錯 好 我們再來看 還有像AIPIN AI視覺 這個我等待會兒來說 來看 今天可以看到立台 對 今天又漲停板 漲停了老師 那有這張股票送給投資朋友 對 那麼我們會員今天也是漲停板 來再來看 這檔股票漸準 又也漲停了 散熱系統 對沒錯 那我一直在這邊跟大家講 從大概是在1月份開始 是 那麼 還有重點的地方就是 我在它跌的時候 我還特別來跟大家講 因為跌沒有人跟你講 這是一個買一點 對沒錯 待會兒我們再來看 見準 今天也漲停板 那麼這個為什麼會漲停板 因為我有說過 AIPC 它未來的話 它的散熱 它的所使用的一些風扇 搭上這一波的潮流 對沒錯 它所需要散熱的話 是需要Double 它未來的話是高益 營收會高成漲 那股價它未來會有 很大的高成漲 就是AI帶下來的供應鏈 所以它才會這麼夯 對嗎 對沒錯 好我們來看 來這是我們 明天晚上 這是我們的 好股給你知道 那麼要記得要看 明天晚上6點 我們記得只有在 老師YT個人頻道 才會上架 記得鎖定 好我們看 這是我們春節 我們春節 在除夕到初五 我們都有一連串的一些 那一些節目 那你可以 可以按時的 然後去觀賞 我們每一天的下午一點半 我們都會潑上去 六天不間斷 好再來我們看 這個是超微 他的彩測失測 大家都很緊張 昨天大家都很悲觀 但是我昨天在節目上跟大家說 你不用擔心 他所說的衰退的地方是在PC 本來就已經把衰退大家都知道的 所以不用擔心 他AI還是一樣高成長 他算是兩個不一樣的產品 不一樣完全不一樣 而且PC是大家都在等AIPC 對沒錯 當然PC會衰退的更 他們自己也有說會衰退 會比較更大一點 算是正常 對沒錯 對沒有錯 所以根本不用擔心 來我們再來看 這些重量級 他們已經陸陸續續都在講 那麼一步一步 那現在目前為止 那昨天就是META 他們有說到說 他們要開始要配息 配零點 美股配零點五美元 哇 盤後大漲 當然最重要的地方 他這是一個 第一次他們FB 第一次發股息 聽到佩吉投資朋友應該都瘋了 這是美股那邊 那我們台股這邊也瘋了 這AI 因為他們代表說他們賺錢了 是啊 賺錢從哪邊賺錢 當然是從有關網路這邊 他們收的廣告 還有他們的AI 他們現在要大筆的投資下去 AI 所以那麼當然AI方面的話 當然就會有很多的營收 未來成長 對 來 美超委這個怪獸級的財測 那當然你可以看到 昨天晚上 昨天他們又大漲了10% 已經漲了又大漲10% 對 那 他們前幾天都 總共現在目前為止 已經 我還沒有去算 已經超過85%了 已經超過了 85% 對一個月時間 一個月 85% 來我們來看 來這FB 那FB其實這一波 從10月底到現在 目前為止 它高檔地方 他們其實他們漲的大概是 45%左右 它主要都是高科技 對 沒錯 來我們看 我們台股大盤這一波漲漲上來 大概是2000點左右 2000點 哇 它的45% 我們台股漲2000點 大概 2100點而已 2100點大概是14% 我們漲14% 其實 漲這14%都是在漲什麼 AI 那其他的一些股票 幾乎都沒有什麼漲 拉平盤 對 大家都沒有 都其實都大部分都漲得上AI 沒有什麼太多棋色 所以買股票買對 人要不對 你買錯 到在那邊 選對的產業才有後續 沒有錯 沒有錯 好 來 AI伺服器 AI伺服器 現在和AIPC 其實現在目前為止 這兩個是結合在一起在漲 是 你可以看到 像技嘉 我在低檔的地方 我一直告訴你 你一定要買 公開操作好多次 這樣今天漲了6% 其實最高來到341 離他的高檔 他的高點的地方380已經快到了 好 老師你覺得他有可能再重破380嗎 有可能 當然要給他點時間 因為他現在目前為止 剩下禮拜一一天的交易而已 再怎麼漲都沒辦法漲到300 那我覺得他還算是高檔震盪 對沒錯會高檔震盪 下週一說實在 今天要收關 我們要封關錢的話 那天 比較難啦 封關日通常都是成交量 量多 會非常的清淡 沒錯 大家準備要過年了 所以會很清淡 好 那這是技嘉 因為現在今天 其實今天來進場買 進來買的人 都是準備要報股過年 沒錯 那你就知道說你可以看 那為什麼大家要追價來報股過年 你看像技嘉 韋創 還有韋創 韋創今天收盤新高 你看120塊的 對 還有廣達 今天漲10塊4% 這些股票 大家都已經 今天來買的人就是要 報股過年 已經做好準備了 沒錯 報股過年 那這是我認為是個正確的 對 因為產業對 你根本不用擔心 其實這 這總共像我們2月5 2月5號到2月15號 這段休息時間 其實它基本面會不會改變 不會啊 當然不會改變 對啊 你不用擔心 這只是休息而已 根本基本面不會改變 好 那這伺服器三雄目前為止 我已經跟大家 如果有看我的節目 還應該都是大賺 對 沒錯 你其實裡面技嘉是漲最多的 它是漲最多 它漲超過50% 對 漲超過50% 那像偽創的話 它是漲到超過30% 也是很多啊 對 廣達也是一樣 漲超過30 好 那麼這些股票目前為止 就是如果有的話 持股虛報 沒有 你就等過年後 看有沒有機會拉回 有沒有機會拉回 你再來接 因為這剩下下週一個交易日 來 我們來看還有一個 這個就是我們 今天主要要告訴大家什麼東西 其實美超微說實在已經 已經講了很多天了 對 好 那這是美超微 其實在1月22號 美超微開始有在露出頭角嗎 還沒 那還沒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開始在送了 這是我們1月22號的時候 就已經送了投資朋友了 哪一檔股票 大家應該都知道了 對啊 就是這一檔 22、23 立台 立台 我們1月22號是67.6 是 好 那今天漲停板85.9 才斷斷這個交易日 沒錯 已經18塊 18塊現在大概是將近快三成 大概是有27%左右的 是 立台 還有一檔 還有一檔 這一檔 漸準 漸準 我也一直跟大家講 在這邊的時候 我還特別跟大家說 這檔股票它拉回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拉回照買點 就已經浮現上來了 對沒錯 因為它未來 我們要看的是它的未來 你如果拉長時間 我們說三個月 是三個月來看 三個月以後 你再回來現在來看 現在來說如果還是 如果以當下來看 永遠會覺得是高點 但是如果以未來強行來看 如果是產業對 那基本上回來看 就是一個比較低位階的點 買點 當然到今天的時候 我們看一下 當時候1月5號的時候 是98.7 嗯 它的位置在這邊 是 那麼這檔股票當然有投資朋友 跌下來的時候 然後他有一次來問說 那怎麼辦 我告訴他說 98.7 那你就當然就續爆啊 是啊 當然就是續爆 那這檔股票我跟他說 就是你把他拉長時間來看的時候 那麼他未來是高成長 你會不會擔心 他跟他說玩弱 就是說他就安心了 那麼今天漲停板 134.5 你可以看到1月5號送給投資朋友 到今天為止你可以看到 還邀請投資朋友一定要去買 是啊 你一定要買 有賺錢加碼 有賺錢加碼 沒賺錢你就持股續爆 到目前為止你可以看到 這漲差不多多少 上36塊左右 36塊意思就是什麼 37% 哇 1月5號到今天 很多欸 到今天 才一個月 其實這個月的時間 其實交易也沒有幾天 對啊 好這樣子是37% 見準 那麼現在還可不可以買 我覺得要緩緩 先稍微等待的 我覺得想說等個 過年後 這張股票要等過年後 等他有機會拉回 第一階段的時候 你沒有參與的話 說實在 這個那就是接下來的話 你就只能乾瞪眼 看別人數鈔票 你不覺得很痛苦嗎 那你為什麼不想要 自己來數鈔票呢 跟著我們來操作 你不知道怎麼操作 哪些產業 哪些產業裡面還要挑出 能夠賺得到錢的 潛力股 潛力股 好 那這張股票 那當然最重要就是不要追 不要用去追高的 你看我在介紹股票 我通常都不會去追高 那除了說利台 利台以外 利台我稍微有追高一點點 當然你可以看到 那見準的話 我就等到拉回的時候 特別來跟大家說 你一定要買 沒錯 好這張股票 那麼又已經到了 漲了37% 那稍微再等等吧 等下一檔 那當然如果 我再退下一檔的時候 有沒有錯過 不可以再錯過 絕對不能再錯過 所以記得要加入老師的mine app 還有訂閱YT個人頻道 當然你如果不知道怎麼操作 你可以來找我 我來帶你來做 這樣是更快的 來 來我們來看巨有科這一波 到目前為止 你看巨有科他持續的往上 一直在推升 最高的要449 對 我們會員是205再買一次 到280 賺75塊 已經是35%了 已經賺很多了 把資金我轉 我是把資金轉到偽創 再加碼 那麼其實 比例上來說是差不多 但是巨有科的話 他是持續在創新高 真的是厲害 好 那麼巨有科 那麼我們還有一檔股票 我們還有一檔 就是威盛 對威盛 我還沒有賣出去 再找一個好價位 沒關係 我們可能這檔股票 我們會稍微再等待一下 我們會稍微再等待一下 你手邊有的話 那麼我認為可以虛報 沒有 我認為就這前幾天 其實我跟大家說 你可以在這邊 你可以來 做買進的動作 是 威盛 好 那麼這個IP 那像 像巨有科也是做IP 矽智財 現在目前為止 矽智財其實都是盤面上 都是高價股 都已經 那股王也是IP股 好 來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AIP AI視覺 這個 鷹記 今天就漲停板 今天是買得到了 但是已經 已經不要再追了 已經不要追了 來 上利 這檔股票 那麼這檔股票 今天是收平盤 我認為它 因為現在目前為止 它現在在分盤交易 已經漲了 在分盤交易 因為它也漲 它 它一漲上來 我們已經漲兩根漲停板 我們買進 那漲兩根漲停板 現在它現在在分盤交易 好 我認為這個要可能 要等到過年後了 它可能才會 明天下週一可能也是 行情可能未有什麼行情 但是它過年後 我認為會有一波行情 這是上利 那你如果不知道怎麼做的 歡迎趕快來跟我們來操作 那麼我們今天就先 跟大家報告到這邊 感謝老師的分享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財因資訊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或是加入老師的網絡 另外別忘了 訂閱老師的網絡 個人頻道 明天 熊熊火力哉就要在 YT個人頻道上架囉 我們股市熊麻吉 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們還能不能再見面